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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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就是在課本上面如果提到 Debroye Wave 然後可能就說 其實就是兩個 argument 第一個是 既然光本身其實有頻率跟λ 它可以有能量跟momentum 那我們就逆過來想 我們想說一個粒子本來有能量跟momentum 搞不好它又怎樣 它也有波長跟頻率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第一個 argument 那這個確實也是Debroye當初 提出這整個假說的了解 所以那就很單純就這樣而已 那頂多只是說再一步的 我們剛才其實就是說 我用Debroye Wave Length 可以重新改寫 就是波爾千原子模型裡面 就是最神奇天上 就是掉下來的一個 天外飛來一筆的一個quantation condition 就好像給它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就是說2πr 是什麼 剛好是波長的整數倍 那我現在想要跟大家證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個是物理沒學好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說這是一個解釋 這只是一個巧合而已 就跟你不會說波爾千原子模型解釋原子的穩定性對不對 它很顯然只是一個巧合嘛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件事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過 假設我們今天如果就把這個圓形的 就當成是反正一個一圓的東西就對了 那你今天去算它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general solution長怎樣 它有right mover跟left mover 你就會把它合在一起加在一起之後 最後變成我們之前學過的 非常簡單的standing wave 那現在簡化討論起見 譜如說你如果假想 我今天就有個 從0到L 然後這個的話呢 你就把它正幅畫出來 那我想其實這個是很簡單的東西 你就畫一下 你在不同的時間把它畫出來 你就發現有節點對不對 然後它是怎樣 它會震動 所以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回覆出來看一下中文 中文就是說 這個叫standing wave 對 助波 助波的特性是什麼 它助對不對 翻譯成英文的意思就是standing standing standing並不等於什麼 static 它是助波 它不是進波 OK 事實上是 你學wave 學這麼久 你有學過進波嗎 就static wave static wave 等於什麼 no wave right wave 所以 exactly 什麼叫助波 你可以有一個人 就是在這邊蹲下去 又站起來 蹲下去又站起來 很認真地在這邊做早操 它是standing wave 什麼 它是standing 它沒有動 可是它事實上 有它自己的internal motion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每一個人除了節點以外 事實上都是在正 所以deploy wave 如果你真的相信 就是如果你這輩子 誠心相信說 那個就是解釋的話 那我跟你講 你就把波爾輕人模型裡面 唯一對的地方怎樣 摧毀掉了 因為根據deploy wave 它震盪 它是用什麼頻率震盪 omega n 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 這個可以解釋的話 它的prediction是 你最後量出來的omega 是等於什麼 就等於 1n除上h吧 不是吧 對不對 你就去想一下說 它既然是這樣正啊 所以我再講一下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理解 這一整件事情 這一整件事情是 如果你今天 真的假想說 它就是震盪 那它既然在震盪 那大概Charge Density 用同一個頻率震盪 對不對 那Charge Density 用同一個頻率震盪 那你最後 因為Charge Density 用那個頻率震盪 所以你最後放出來的光是什麼 就是那個頻率啊 所以它不是兩個之間的差 而且事實上 你就突然發現 如果你相信這件事情的話 它就根本不是什麼 它就不是穩態啦 除非你再加一個假設 你就加一個假設 它就是說 電子確實是在圓形的軌道上 形成鑄波 可是這個鑄波本身怎樣 就不放光 那我問你 那為什麼這樣那個解釋 有比較好呢 這樣解釋有比較好嗎 然後還更好玩喔 那 所以電子現在不是粒子 不是這樣在照 它是鑄波 然後它從某一個鑄波 變成什麼 變成另外一個鑄波的時候 會放出什麼 會放出兩個鑄波震盪頻率差的光 這根本就是一整個鬼扯蛋啊 就是你在學波的時候 什麼時候有碰過這種事情 就一個F1震它 對方有一個什麼 F2震 結果最後那個神波看起來的頻率是什麼 就F1-F2 那有這種事情 那另外一個頻率跑到哪去了 就沒有這種事情 OK 所以其實事實上 如果你只是單單從deploy wave 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理解這一件事 OK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有另外一個勇敢的年輕人 就是Heisenberg 對 他就說 他說了一句非常簡單的話 他終於看到了波爾氫原子模型裡面 正確的字是什麼 他說 波爾氫原子模型一開始提出來的時候 他只說什麼 原子內有穩太 穩太 穩太之間跳躍的時候會放光 我們為什麼不能回到原先的這個什麼 這個假設就好了啊 你幹嘛一定要去問說 文太長什麼樣子 你有看過嗎 所以 孩子們事實上呢 就說 你又從來沒有看過這些神奇的軌道 為什麼這些軌道要存在 所以他是那個時候第一個放棄 去算這些軌道的科學家 他就說其實事實上根本就不需要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所以你真正今天要去描述一個 氫原子的時候 你需要的是什麼 你需要的其實只要知道 那些穩太的能接分布就好了 那這個就變成是一個非常好玩的事情了 結果你就發現了 Heisenberg 在經歷過大家在這邊吵來吵去 然後無論怎麼樣 都沒有辦法理解的時候 Heisenberg Abandon Desearch For these Magical Orbits 所以他心裡是這樣想的 他心裡是想說 反正你有這些穩太 然後這些穩太 反正就是 用En來代表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什麼才是真的量得到 實驗上真的量得到是什麼 是 OmN 等於 Em 減掉 En 除上 H bar 然後接著下來的話 是因為他的整個計算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抽象 所以他最後得出來的結論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要注意看一下喔 因為你有穩太 那你要描述所有的物理現象是什麼 不同的穩太之間所有的跳就好 然後你就發現 譬如說你原先量一個frequency frequency 原來事實上應該 在Thomson model裡面應該是一個值 對不對 然後在波爾千釐值模型裡面 他變什麼 他變一個矩陣 他有兩隻腳 Initious state 跟 final state 然後 Heisenberg就extend這個概念 結果後來就得到非常離譜的事情 他發現 所有的物理量 譬如說 位子 也怎樣 也是矩陣 動量 也是矩陣 事實上是 你可以想到的所有的 物理量 你可以量得到的 都是什麼 都是矩陣 那 他那時候剛寫完的時候 然後 他反正就倒完了 然後他就想說 那我來算一下 我來算一下那個 氫原子光譜好了 然後他就發現他算不出來 因為太難了 你自己可以去想像一下 如果你今天把p平方除以2m 加上什麼 加上就是 就是1平方除上4π1 照明r 把r寫成一個矩陣 把p寫成一個矩陣 然後把它們全部 都在一起 你說很大的矩陣 這個矩陣有多大 就是無限大乘無限大 然後再把它 試著對假化 那你就會得到答案 然後 對 那這很難 所以你就算不出來 所以Heisenberg因為 其實事實上得到這個概念 然後就覺得這個 非常的離譜 所以他就在想說 我該發表這個東西嗎 所以他其實本來是很猶豫的 他本來是打算就把他的 manuscript 就直接丟在他家的火爐 然後Heisenberg有個好朋友 我也不知道是好朋友 就朋友 也很出名 叫鮑利 因為他們大學的時候是室友 那所以他就想說 算了 反正鮑利很聰明 我就寄給他 然後你知道鮑利這個人 用嘴巴很尖 然後 對 基本上你寄給他所有的東西 他都跟你講說 這是白癡 這是笨蛋 這是錯的 這甚至不是錯的 這樣 喔 就 他的字裡面好像充滿了這些東西 這樣 所以Heisenberg就會覺得說 我就寄給 Polly Polly一定會說 This is a very silly idea 他就可以名正言順把他丟了 然後他就寄去了 沒有想到Polly就會跟他講說 This is a great idea You should publish 所以我們才有 Heisenberg後來的 結論 你知道 然後就很好玩啊 那這個的話 因為他牽扯到的數學 真的是很難 所以我最後只能跟大家講 就是 後來經過 Bolly的神奇的數學能力 他可以總結基本上 Heisenberg 後來提出來的 然後 X是一個矩陣有沒有 乘上P 減掉 P X 是等於 I 再乘上 H吧 然後呢 你可以由此 最後推出來 對於一個 Hydrogen Atom 他的所有能階 一N 事實上就等於 負的 某一個常數 就是剛才算出來的常數 再儲上N平方 好 那這中間因為數學非常非常的 堅塞 所以一般教科書 是都不會照著這個 步驟教 那也讓Heisenberg 其實就比較悲哀的 對 比較不粗迷一點 再加上Heisenberg 在二戰時期 呃 就在納粹底下工作 所以就讓人更名正言順的 就忽略掉他一些科學的成就這樣 對 好 所以這個其實事實上 是量子力學裡面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就是所有的物理量 其實事實上都變成矩陣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矩陣的成績呢 跟什麼 跟字句有關係 你可以自己回家試試看 你們過去教的矩陣 A跟B 那A乘B出來的結果 跟B乘A出來的結果 是不一樣 那神奇的件事情是什麼 神奇的件事情是 呃 一個電子的位置 是個矩陣 電子的動量 是個矩陣 你把他們兩個都乘在一起 然後相減 然後相減 就發現什麼 你不覺得這個公式很神奇嗎 首先第一件事情 在古典上面 這是智障的問題 如果今天就是 古典上的老師說 欸請問一下 X乘P-P乘X應該多少 答案是應該0 那就是2乘3-3乘2 等於0啊 事實上是 不管X跟P是什麼 它都是0 那在量子理學裡面呢 你乘完之後呢 像減 發現它等於什麼 發現它等於 虛數I乘上普朗克常數 所以這是量子理學的 milestone之一 就是在於 你可以縮減到 它變成 有這樣一個特色 然後接著呢 你就把那個矩陣 P平方式除上2m 然後再加上 常數除以r分之1 這樣的一個矩陣 你把它寫下來 然後Poly呢 在接到 Heisenberg的論文之後 沒多久 就把那個矩陣對角化完了 然後對角化完出來的結果 果真發現就是 這是Poly的千人子模型 所以這個是量子力學 就是某一支的分解 就是後來叫做矩陣力學 就是所有的物理量 都是什麼 都是matrices 都是矩陣 然後你從藉由 處理矩陣 然後就可以把所有答案弄出來 所以矩陣就突然在 物理裡面變成顯學 這是一個 OK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的話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般 nickname 叫做 metrics mechanics 那我們有另外一派 就看起來比較和藍可親 數學上比較簡單 叫wave mechanics 那wave mechanics的第一個寫下wave mechanics的當然是大名鼎鼎的 chander OK 那chander發現wave mechanics其實是類似的 因為那時候debroy提出他的理論 然後他的理論非常的簡單 所以chander後來就給了幾個演講 是關於這個的 然後就被他同事嘲笑 就說你整天在那邊講這些wave 就是 a wave without wave equation is not wave right 你講波然後沒有波動方式 真的不是很好笑嗎 就跟你今天在講 例子什麼運動什麼什麼 然後 沒有 沒有equational motion 那你是在 那你是在幹嘛 對 所以他就回去很認真的去想一下 debroy的wave equation是什麼 那你當然很直覺就會覺得說 那不是我們過去學的wave equation 嗎 答案他就是什麼 他就不是 那不是因為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 你就直接用非常簡單的概念就可以知道 我們需要的波是什麼 我們需要的波是很顯然 電子在原子裡面是在動的 所以這個波要能夠動 好 這波要能夠動 第二件事情是他在動可是又怎樣 他的電熱密度必須要什麼 是靜子的 所以你其實事實上是在找尋一個波 這個波呢就非常有禪意 他是這樣 就是他是在動可是他沒有真的在動 就是他有在動所以 可以動啊 然後他必須要有動能 他就甚至可以有動量 可以有所有的東西 可是怎樣 可是他最後出來的什麼 的分布是沒有動的 因為他一動他就怎樣 他會輻射電磁波 那你應該很容易可以自己回去就是 think about it 你過去學過任何波有沒有這個特色 就是他是 in whatever sense 就是他有在動可是又怎樣 又沒有在動 最接近最接近 為什麼我們都用助波去做科普 因為最接近最接近的就是什麼 就是助波 就助波 traveling way很顯然連way from都在動 對不對 所以那太動了 所以他不可能動而不動 所以你就是想說 助波搞不好就有動而不動 對不對 就波停在那裡 可是他自己有在震動 可是他剛好錯了你知道嗎 助波剛好是 exactly 我們不想找的東西嗎 你今天就問你自己一件事情 在原子裡面電子有沒有在動 有啊 助波就是停在原地沒有在動 所以standing這件事情 不是你要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你希望他怎樣 你希望他的 charge density 不會動 可是助波的 charge density 有沒有在動 有 所以助波是剛好相反 對不對 助波其實你希望動的是電子有在動 然後可是你希望他最後的 charge density 你只是沒有在動 他剛好是相反 所以事實上助波根本不是最接近的答案 OK 那那那那答案是什麼 所以在這邊就變成一個非常有趣的 我們在找的就是一個波 這個波就是 如果你現在還不能體會動而不動 待會你會看得到 就是你希望他看起來像在動 可是他又沒有在動 那結果很神奇的是 Shunjo寫下他的equation 他也不知道這件事 可是人生好玩的地方就是在這 就是自然界是可以被理解的 所以當你認真的寫下一個equation之後 那個答案有沒有 就是你就是 眾裡尋他千百度 就是試著湊所有的答案 然後都湊不出來 就這樣算了 隨便了 你就寫下一個equation 然後解答案 那個答案就這樣 那答案就是滿足這樣的一個特色 所以物質波就有這樣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我們下一堂課之後才會介紹 shunjo寫的equation 然後這邊其實只是介紹 他本身的解答長什麼樣子 好吧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Deployed Wave 他就告訴你什麼事 他就告訴你說 電子是個波 那個波到底是什麼 那經過很多奮鬥之後 我們後來終於知道 Heisenberg教導我們的概念是對的 也就是我們應該要放棄知道 一個電子在空間中的軌跡是長什麼樣的 所以沒有什麼medical orbit 跟所有的東西 stational state就是stational state 那並不是某一個orbit 所以這是第一個你要打破的 穩態是什麼 就是某個穩態嘛 他不是什麼 他不是一個什麼軌跡 所以沒有軌跡這件事 那既然沒有軌跡這件事 你就要問說 在某個時間 我在這裡可以看到電子 在這裡可以看到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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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應該就可以知道 我們過去學過的 其實是告訴你說 電子哪裡都可以 所以他應該是由一個什麼 probability來描述 and it turns out 這個probability 是某一個complex的函數 的絕對值的平方 那 這個就是量子世界的精髓 就是這個東西是v function 它滿足群人的虧神 它滿足群人的虧神 然後這個是poverty distribution 它是可以直接在線上 測量出來的 所以就這樣的一個關係是 好 那為什麼這樣的一個關係是 就有可能讓我們怎樣 就有可能讓我們終於解決了 過去達不到的境界呢 那答案是這樣 有沒有可能 就是這是atom的原子核 電子在旁邊就是 不知道怎麼樣的亂跑 right? some sort of quantum dynamics some sort of quantum dynamics 就是有沒有可能 有某一種量子的動力學 所以 最後造成了什麼 它有在動 所以v function 是x跟t的函數 可是 它的charge density 在一起 卻怎樣 卻跟時間無關 所以至少在這樣的一個架構底下 你才終於可以怎樣 你才可以終於去理解說 有沒有可能真的有這回事 OK 就有沒有可能 事實上這個東西是在動啊 所以它在動啊 所以不反數在動啊 可是呢 如果你去量它的機率分佈的話 它的機率分佈怎樣 是沒有在動的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回過頭來 再重新去看一下 就是說 那對於原子上來講 它其實也是一樣 可是我們現在就可以回過頭來 看一個比較簡單的系統 同樣的 我們還是考慮一個1d的case 好不好 那我們就是去考慮說 在1d裡面 比如說是0到l 然後這裡面有deployed wave 就是matter wave 然後我們下課會 正正的去解這些技術性層面的問題 可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你把son equation給解了 然後你得到的v function是長這樣 OK 所以這個答案需要稍稍的消化一下 下 所以這個答案裡面有幾個重要的位置數 第一個是最簡單的是l 這樣 或者是說你有個factor 是根號l32 這樣的一個prefactor 這是最簡單的 所以我們先解釋它 好不好 那為什麼解釋出來會講這樣的原因 是因為你知道 side的平方是什麼 機率密度 所以如果你拿來做積分 從0g到l的話 你最後積完之後 它應該等於多少 應該等於1嘛 因為機率密度 全部積在一起 就是說我今天是考慮matter wave 然後在一個盒子 0到l之間 所以它總是在那個盒子裡面 所以它應該是1 那這個是很簡單的積分 就是你把它取modulus 然後變sin平方 這取modulus 是1 所以最後就是 你把它積完之後 最後要一個l 除以2 開根號 它才會是1 好吧 所以它的prefactor 是這樣來的 那如果目前其實你不知道 的話沒有關係 你只要知道說 它不重要就對了 它只是讓整個東西 是機率的分佈 那我們下一堂課 才會認真的算這個東西 那它跟我們想要回答 這個重要的原子的穩定性呢 也不是最重點的地方 最重點的地方在下面 就是說 matter wave 是為了 所以有omega跟k 對不對 然後在一個盒子裡面 那這個omega跟k的關係是什麼呢 那可以問一下你自己嗎 例子原來能量 是不是在一個盒子裡面就是 p比方出於2m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用 然後我們就用 deployee relation deployee relation tells us 1等於什麼 h bar omega p等於什麼 h bar k 所以你就發現了 omega跟k怎樣 是有關係的 而且事實上 你最後就得到了一件什麼事情 你得到說 omega只要不等於0的時候 能量就怎樣 這個 這個粒子的動能就是多少 omega如果不等於0的話 這個粒子的動能就是多少 就是h bar omega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h bar平方 k平方 除上2m 是一樣的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解答 它的omega跟k 雖然寫出來是長這樣 可是omega跟k 事實上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平方的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 k 跟什麼有關 跟p有關 omega跟什麼有關 跟e有關 那根據我們過去學過的 在非相對戀性的極限底下 就一個東西的動能 事實上是等於平方除以2m ok 好 那接下來就是這件好玩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說 那你既然解出來的微方式 能長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它在整個盒子裡面的機率分佈是什麼 那可是機率分佈是 對不起 sinxt的modulus的平方 那平方的話前面是L除以2 後面的話是sin平方 kx都沒有問題 可是後面那個相位有沒有 exponential-i omega t modulus的平方 事實上就是它自己呈上的complet conjugate 它的complet conjugate就是e i omega t 所以這兩個呈在一起是e 所以你最後就發現它的probability是長這樣 所以如果你把它畫出來的話呢 它就很漂亮 它就跟我們筆記上面的圖是一樣的 這個就不是standing way 這是static 它是完全不會隨著時間動的 那這個就是一整個 在量子力學裡面帶來神奇的特性 它的特性是什麼 它的特性是存在 如果這個系統它 剛好有一個什麼 特定的能量的時候你去解它 結果就發現 它的v function 會隨著時間動 可是是在相位上面動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取它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的時候 你發現怎樣 你發現它完全不會動 它出來就是靜止的 那因為這一個 電子在那個盒子裡面 它出現的probability 跟它的charge density 基本上是非常簡單的關係的 因為電子帶-1 所以它對應到的charge density 就等於-1再乘上這個probability density 然後所以你把它乘完之後 基本上跟它的shape是一樣 is independent of time 它其實事實上跟時間是完全無關的 所以你最後就得到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件事情 就是你的v function 如果你把前面那個全部糾結在一起 就把它叫做phi x好了 好不好 後面的話是1的-i Omega t 然後你就發現了 你的probability 就只是 這個phi x 絕對值的平方 這個 就是shundry equation 對於在某一個一圍的盒子裡面 它最後的結構是長這樣 那這樣一個結構事實上在輕原子 跟在更複雜的 或者是減斜震盪 所有的東西裡面 都有一模一樣的結構 所以這些穩態有沒有 你如果今天直接去解釋 requestion之後突然發現 這些穩態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v function 確實會隨著時間動 可是它隨著時間動的方式是什麼 是出現在我們所謂 複數的相位裡面 那因為複數的相位 取modules之後 取絕對值之後 就等於1 所以那樣的一個time dependence 就完全消失不見了 OK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說 然後仔細去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很可愛的地方是 這個解答 k是不等於0 omega是不等於0 所以如果你去算它的動能的話 後面我們會算 就是說你去算它的動能的話 你的動能算出來之後是多少 你的動能算出來之後 會發現 它其實就是h bar平方 k平方除上2m 或者是h bar omega 所以它有動能 可是它怎樣 它不會動 所以它就不會放出電磁波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終於走到這一地步 然後你用新的quantum dynamics之後 你跳脫了過去 Newtonian mechanics 你也跳脫了Maxway equation 你事實上是必須要用新的 shorting equation 你再不然去解釋說 為什麼有一個波 物質波 它是會隨著時間動 可是它造成的什麼 probability equation 卻不會隨著時間動 所以它同時在動 也同時沒有在動 所以你仔細去看一下這個 這個對應到了什麼意思 這個對應到的意思是 我覺得如果今天有個盒子 它是l 然後我就每隔一個時間去量那個electron 你發現什麼 你發現electron 就是可能在這出現 可能在這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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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規律的樣子 所以把它統計完之後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distribution 可是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你明天再過來有沒有 再去做這件事情 它還是什麼 它還是長這樣 那你任何時候去量它 它就長這樣 所以很顯然 這個東西就是波爾 心目中想像的什麼 的穩態 對不對 然後它的probability 比如說你不會隨著時間動 so that's great but the funny part is that 這不會動的東西 它有什麼 它有動能 所以希望從今天這堂課開始之後 你進入量子世界裡面 有一件很重要的件事情是 不會動不代表它沒有動能 就一個東西它可以完全都不動 可是它可以有動能 事實上是 你周期表之所以可以整個排出來有沒有 都是這樣的特色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是波爾假設的posturing 它其實事實上是發生這件事 然後我們接下來剩下的時間呢 就去看一下 那波爾不是有第二個也是同樣奇怪的假設嗎 這同樣奇怪的假設是說 我今天如果有一個穩態能量是em 另外一個穩態能量是en 那它如果在這兩個穩態之間做跳躍的時候 那放出來的光是什麼 它的頻率其實剛好是能量差在逐上h8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解答有沒有 也同時怎樣 也同時我告訴我們這件事 好 呼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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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所以在我們寫之前呢 就是要跟大家複習一下下 那就是你們學過的complex number的概念 complex number就是在xy這樣的平面上面 你隨便點一個點 那一般我們把它叫z 那它的十步呢叫x 它的虛步呢叫y 好吧 那這還有另外一個寫法是 你可以把它寫成是它的絕對值 然後再乘上e i theta 這樣一個極坐標的一個寫法 所以z的話呢就是這一段的長度 然後角度的話就是這個theta 那在我們其實就是下面會用到的 所有的重要的公式底下 其實事實上是e i theta 你從這個圖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如果這個是z的長度 那它的x事實上就是z乘上cos theta 所以這一個東西事實上就是cos theta 然後在虛數軸上的話 它的虛步其實事實上是sin theta 所以它其實會有這樣一個特性 所以這個是從geoaspect geometry 其實你們學過的負數平面上面 e i theta的話 它的實數步其實就是cos theta 它的虛數步事實上就是sin theta 好 怎麼了 你們沒有學過這個嗎 不會吧 你們沒有學過這個嗎 你們沒有學過這個嗎 你們高中沒有學過這個嗎 你們高中沒有學過這個嗎 好 果真剛才講到大家 那你們剛才怎麼不跟我講一下 就是那我剛才寫那個e的負愛 我們剛才貼的時候 大家都看不懂我在寫什麼囉 好 沒有關係 現在來明調一下 大家在高中的時候 有學過z等於x加iy嗎 有嗎 有學過compr conjugate 就是把i前面的就是變成個負號 有嗎 那有學過z的絕對值嗎 沒有學過stata 那你學z的絕對值要幹嘛 沒有學過z等於z的絕對值乘上e i theta 這件事是不是 高中課本果真是很神奇啊 聽說他最近還要在三十數 好吧 所以我們以後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以後不要來 不要來大學一年級就要輸了這樣 太恐怖了 居然連這種雷都會踩到 那我們就現場來跟大家複習一下下 這是個z對不對 他在x的投影量就是他的什麼 十步對不對 他在y的投影量就是什麼 十步 對 那我們又知道說 你把它寫下來之後 這一段的距離是什麼 這一段的距離事實上 我們就把它叫做z的絕對值嘛 那根據b4定理 所以它就等於根號 十步的平方加上虛步的平方嘛 所以從幾何上就知道說它是這個長度 對不對 那它是這個長度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所以你就會發現 所以這個從幾何上應該只是三角函數 大概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那我們把z絕對值提出來 再來 後面就得到一個 奇怪的一個組合 叫cosθ加上i sinθ 所以到目前為止應該高中都有教過吧 所以可能大家高中 數學沒有教到的是 你們沒有教過這個東西是 1 i θ是不是 是嗎 你們高中沒有教過 你們高中沒有教過 指數函數1嗎 那我真的好對不起大家這樣 好沒有關係 那 那 那我就在這邊呢 稍稍搶一下大家維吉芬老師的飯碗這樣 那我們怎麼去了解這個公式呢 這個公式可以運用 如果你上學期有修過我的課的話呢 就還記得嗎 exponential z等於什麼 砍不死的這個函數是什麼 對不對 好 那 上學期還教過這種 可能會變成 就會變來變去的兩隊 有趣的兄弟對不對 就sin 砍了變cos cos 砍了變sin 然後中間會有個正負號 sin是什麼 好 那我們學負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尋找什麼 尋找私善多年的親人這樣 所以我們剛從微積分支到說 exponential z 砍一次之後呢 這個 砍完 然後你把它圍完之後 我發現跟自己一樣 然後你把sin z拿去砍一下之後 我發現這個變成 1減掉什麼 二階層分這樣 所以你就要sin 微分變cos cos 砍完之後就變什麼 這圍完這有負的 所以它變成這個第一項 然後加了負號 所以你從這一個極數的展開呢 就可以完全理解 他們在微分的大刀底下 是長什麼樣子 這是上學期有教過 對不對 很簡單 可是我們在從他們的這個極限底下 你應該可以看得到啊 cos 跟sin 跟exponential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親戚啊 他們的組合都長什麼樣子 就是開始點名 然後加組裡面都是什麼 都是 z 的 n 次方 除上 n 階層 只是有人變化就有負號 有人沒變化就是正號 所以你知道他們一定有親戚關係 對不對 對吧 對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把exponential 代成 i θ 的話 那變什麼 第一項是1 沒有辦法變壞了 所以就變這樣 第二項是 z 所以就變成什麼 i θ 第三項是什麼 z 平方 所以變成什麼 減掉 2 階層分之 θ 平方 第三項是什麼 z 的 3 次方 z 的 3 次方是多少 是負 i θ 的 3 次方 是負 i θ 的 3 次方 所以是負 i θ 的 3 次方 除上 3 階層 我只算到第四項我就不再算了 然後 i θ 的 4 次方是什麼 好 後面是竹帆不及貝載 然後我們接下來當然是做很簡單的事情啊 就把實數的收起來 然後敘述的怎樣 收起來啊 實數收起來是 1 減掉 2 階層分之 θ 平方 加上 4 階層分之 θ 四次方 噗噗噗噗噗 這是實數部 敘述部把它提出來 所以第一項是 θ 第二項是多少 減掉 3 階層分之 θ 三次方 如果你繼續收下去的話 是 5 階層分之 θ 的 5 次方 對 然後你就看到了 實數部是什麼 cos θ 實數部是什麼 sin θ 所以你就達到了這個非常漂亮的公式 這個公式是什麼呢 這個公式就是 嗯 就是這個 就是 exponential 上面 因為如果加 i θ 的話 事實上最後得出來的答案是什麼 最後得出來的答案是 cos θ 加上 i sin θ 事實上是我最喜歡的 數學等式之一是這一個 我覺得這個式子真是深刻到不行啊 我每次教英雄數學的時候 都要拿出來沾仰一下 然後就覺得哇哦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呃 人類花了很多的力氣 最後才知道 呃 數字有什麼 有負的那一面 數學家真的該檢討一下了 就說為什麼花這麼多的時間呢 大家都知道我們從數字的概念是什麼 自然數嘛對不對 打結 1 2 3 4 5 6 然後就是後來就是貓力量越來越大之後 才知道說 呃 你也可以說我有負二條羊對不對 意思是我欠人家兩條羊 對 所以就有負號 所以 負號 所以 負號 然後你就不覺得這很好 欠錢這件事情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 exponential 的什麼 的虛數 i 在層上 pi 的次方 然後真的你可以回家自己用腦袋想一下 就是這四個家貨是怎麼都在一起的呢 自然對數 虛數 遠周率 跟欠錢 就 欠錢 就負一 你不覺得這很好玩嗎 我真的覺得這非常非常的好玩 那 嗯 我們今天呢至少你就學到了 in general 就是你把牌帶進去的時候 我口上一拍是負一 上一拍是零 所以最後就知道 這一個很漂亮的簡單的一個關係式這樣 好 下次記得啊 如果我用到一些數學沒有學過的話 呃 其實要跟我講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後面那一塊的話 我可能後面再彈一下 那所以 既然大家對這個這麼的不熟 那也真的是 是嚇死人喔 所以 所以我們就只好回過頭來 就暫時忘記波爾的第二個 partulate 我們回過頭來重新看一下 第一個partulate 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所以我只是說 在一個box 底下啊 從0 到l 然後上面 有個波函數 那這個波函數 事實上是complex 對不對 那因為是complex 可以有時數步 可以有虛數步 所以你把它解出來之後發現 如果它有個特定的能量的時候 有個特定的能量對應到 其實就是有個特定的什麼 如果今天說有個穩態 它有特定的能量 那意思就是說 它對應的波函數 有一個特定的什麼 有個特定的omega 所以麻煩從現在開始 就是只要聽到1 就想到omega 聽到omega就想到1 好吧 然後聽到k 就要想到p 聽到p就要想到k 它們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之前我們教室 對photon它有這個特性 現在是對什麼 位移它有這個特性 所以基本上就是 那你全之間 反正不是物質 不然就是電子波 不然就是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關係變成什麼 變成是雙向的 它們倆是完全等價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是要去找說 一個能量是1的穩態 那你最後找出來的答案 是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就是前面這個 這個其實是什麼意思 這個其實意思是這樣的 它的意思就是 前面有個有點無聊的這個東西 不要理它 所以它告訴你說 你的波函數的實數部 是長什麼樣子 是長這個樣子 你的波函數有個虛數部 它長這個樣子 那你可能看完之後 就覺得說 哇好恐怖喔 就是 這個是什麼 就是 這是個怪異的助波 事實上 那實數部跟虛數部 都是什麼 都是助波 那只是兩個 差了一個什麼 相位角 可是你以前在學助波的時候 要嘛就是取 不就是這樣 不然就取這樣 那在量力裡面就是 它很怎樣 它很大方 但是同時容納兩個 就一個在實部 一個在虛部 那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看這個 因為這個的絕對值 也是實部的平方 加虛部的平方 然後 再開根號 才是你最後量到的什麼 才是你最後量到的 probability dissolution 結果你就發現了 你這樣解出來的穩態 它的實數部 會學著時間證 對不對 它的虛數部 會不會學著時間證 也會 可是你去看它的大小 那如果你直接 去看它的大小的話 你就發現 它就消掉了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去看一下 那個v function 那絕對值平方 那絕對值平方 絕對值平方 定義就是 compr count 就給乘上自己 那前面的話 會有一個 l over 2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 十部的平方 是 sine平方 kx cos 平方 omega t 加上 虛部的平方 是 sine平方 kx sine平方 那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這兩個一樣提出來 對不對 後面的話就剩下 cos平方 加上sine平方 加在一起是吧 1 對 所以1 沒有time dependence 所以time dependence 自己默默的怎樣 消失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神奇的 為你這樣 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當初 debloey在拿博士論文的時候 我非常確信 他絕對沒想到的事情 他只是隨便就想說 既然 光像紫 對不對 那紫就怎樣 就像光 就像波 就是這樣 他就是覺得說 你怎麼知道電子是顆子呢 他搞不好是個波啊 對不對 所以 他只是這樣一個想法 可是他從來沒去想說 他最後出來這個波 長什麼樣子 你突然知道 在量子力學裡面 這是 你以前學過的虛數有沒有 都是數學上方便 意思是說 如果你數學很厲害的話 你可以怎樣 欸不對 如果你數學很厲害 你應該就會學會 所有的複數這樣 好所以這是不太正確的事情 意思是說 如果你數學很爛 對不起 如果你數學很爛的話 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完全不學複數 還是怎樣 還是可以在科學界打混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這種科學家的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研究量子力學 你說我拒絕學複數 答案是 不可能 所以這是 所以這是 虛數 首次非常真實的存在什麼 在實際的世界裡面 OK 那這個是完全超出 當初 數學家在定義 Imajoring number 的特性 到目前為止 也是自然界很大的謎團 也就是物質波本身 是用波函數描述 波函數本身是負數 所以它有實數部 它有虛數部 所以它才可以有這些 怪異的現象 就是你把一個能量 是1的穩泰 那1的話就是h bar omega 寫下來之後發現 它有實數部跟虛數部 那實數部用cos omega t 在正 虛腹部用什麼 負的sin omega t 在正 結果你去量它的機率分佈 發現怎樣 不正 那你這時候當然會覺得說 我不要相信這種事情 如果它的機率分佈不正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它一定真的沒有在正 所以一定是有一個描述方法 可以直接證明說 它其實就是都沒有在動的 那答案是 你不用去想這個辦法 因為從有量子力學以來 就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 這樣 那沒有人成功過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 我問你一件很簡單的事啊 你就在古典力學想一下 問一下自己 有個例子有動能 它有沒有在動 有對不對 這有動能啊 它的動能就是h bar omega 不是0啊 所以它有動能 所以如果你指控 這一個博函數沒有在動的話 那是很嚴重的指控 那是很嚴重的指控 它有很多東西都在動 它的時速部在動 它的虛速部也在動 它的虛速部也在動 然後它有動能 那動能還滿足什麼 還滿足p分上去2m 所以 ok 所以你不能說它沒有在動 它真的有在動 可是它如果真的有在動 那它應該會放出複色波 答案是不會啊 誰說動的東西就一定要這樣 就一定要放出複色波呢 因為你去算 那它的肌力分布是什麼 它的肌力分布算完之後 它就不動了 ok 所以這個就是 debroadway wave 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動而不動 它明明在動 它有動能 可是它怎樣 它其實沒有真的在動 它的charge density沒有動 那你仔細細思考一下 就是 你過去學過的 所有怪異的現象 有沒有比這個更怪異 我覺得是沒有 那這個才是 真正量子力學的精髓所在 那也就是因為 有這一件神奇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可以解釋 波爾當初所謂的 原子裡面的穩太 是什麼意思 OK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 就上到這邊為止 謝謝